今天我們香港市民 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十七條 行使我們基本法的權利去遊行的 這個是基本權利 是不需要警方批准 應該不需要政府批准 我呼籲現在在電視機前面的市民 如果你未出來的話 我呼籲大家都出來 參與我們的遊談去發聲 捍衛我們基本法的權利 因為當我們連免於恐懼的自由 都失去的時候 還有誰捍衛呢 其實我已經是第三次公民抗命了 法律風險都非常清晰 我是不怕被捕 不怕坐牢 不怕被人打或者被人斬 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 要爭取民主自由公義 是必須要犧牲 我們用和平 理性 非暴力的方式 去表達訴訟 我們不怕被人打 我們最怕是大家放棄我們的原則 和我們的底線 特區政府濫用這個程序 去否定民間人權陣線召開的和平遊行和集會 是想歪曲香港的民意 是想令到香港人憤怒 香港人已經夠憤怒了 我們今天出來和平的公民抗命遊行 就是要被全世界看到 香港人到現在都是堅持五大訴求 而且多了一個訴求就是解散警隊 這次這麼多市民 一起步都沒有起步 就這麼多人來到這裡集合 民意是非常之清晰 民意是非常之清晰 要求政府回應五大訴求 而不是用惡法去回應 不是用譴責去回應 五大訴求 權益不可 去港用 反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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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 五大訴求 權益不可 五大訴求 權益不可 Five demand No one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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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訴求 Five demand Five demand 五大訴求 Five demand 公民過命 好威同居 公民過命 好威同居 香港人 反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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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市代革命 從總警隊 核心用盤 解散警隊 核心用盤 解散警隊 核心用盤